航天员为何能够获得极高的待遇 原来航天员获得鲜花与荣誉的背后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首先航天员的级别都不低 除了目前极少数的载荷专家外 绝大部分航天员都是军人 而且是经过严格训练和挑选的优秀飞行员 他们作为我国载人航天探索的先行者 承担着极大生命的风险 因而在完成太空飞行之后 一般都会很快晋升为上校 大校 甚至少将军衔 从杨立伟开始 目前我国航天员中已经有费军龙 涅海胜 翟池刚等早期八位航天员相继晋升为少将 享受相对较高一点的待遇也不为过 航天员在太空需要面临哪些危险 首先是火箭和宇宙飞船发射时的技术风险 理论上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排除 当然我国载人航天 一直以最严格认真的方式确保发射安全 但风险永远存在 而且即使是安全发射 航天员在往返过程中 身体也要承受至少8G的过载负荷 不仅对身体有害 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致命 至于在太空中 可能随时遭遇的太空碎片撞击风险 出舱任务中的宇宙射线辐射都存在极大威胁 即便是没上太空之前的训练也极其艰辛 航天员训练有多艰辛 主要包含八大的一百多个训练科目 在身体适应方面 不仅要训练与航天环境相关的超重耐力 失重飞行 跳伞以及着陆冲击等 还要训练着陆后相应的荒漠 从临野外生存能力 以防止着陆后轨道意外偏离 无及时救援的状况 除此之外 航天工程基础 医学基础和飞船专业技术操作 以及训练飞行等多项科目 都让航天员成为几乎全能的人才 而这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脑力和身体消耗